当奶奶身边长大,奶奶的一言一行,一息一动就影响得非常大 在生活上,奶奶特别惯着我 奶奶有些名言就是好孩子放不坏 在学习上,奶奶虽然不是特别严厉,且非常严格 我用的每一本教课书参考书都是由奶奶亲自的到书店经条细选 所以我感觉男友亲在的我 非常感谢奶奶在我身边的陪伴 她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无怨无悔地献给了八一学校 她把自己的一生与她的学生紧紧地联系到一起 她把一辈子的光阴投入到伟大的教育事业中 我有幸生在这样一个家庭 我的大家庭给我影响最深的就是 善良 所以人活在世上吧 最重要的就是善良 善良要做到了,一切事就好来 善待别人 善待自己 我对自己的子女和对自己的学生 我也是这样教育 我也是这样教育 第一个就是为人要正直 就是从小事抓起 从细节教育 再有就是,一定要积极进取 不服输 如果一个人活一辈子有这种积极进取的经验 这人,我觉得就有发展 就有出息 看着那些保存完整的获奖证书 看到一张张发黄的老照片 我们看到的,是耿天爵老师 对教育事业和学生们无限的眷恋和热爱 当海风吹拂着春日的午后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老师 他内心深处所洋溢的一份动人的璀璨 非常感谢以大为为首的设置主 给我拍这个纪录片 这个纪录片可以说总结了我78周岁 人生的生活、家庭、工作、事业 如果没有这次的录像 我不会把陈峰多年的一些证书 和我写的一些东西翻出来 我对我自己还真的挺满意 因为回顾我的家庭 我觉得幸福 在这次录像的过程当中 请一些嘉宾 特别令我感动的是 我的两位老领导 一位是原八一学校的老校长 是我工作那天开始接待我的 我一生不会忘却的老校长 张南友先生 我特别感谢教育学院的老领导 苏院长苏财先生 希望张校长和苏院长越活越健康 越活越快乐 令我特别动情的 还有我的一些个学生 如果还有来生的话 我愿意和这些同学 还像从前一样 同在一个屋檐下 一起学习 一起生活 一起活动 有了这个纪录片 我觉得对我是一个总结 对我自己虽然已经年迈 但是也是一种鞭策 也是一个鼓励 好好生活 不给别人添堵 也学不活的窝囊